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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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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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盛 我有点儿章 让他吃点儿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是乱医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是好有本事啊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从小 李宗盛 我从小 李宗盛 一般人都不敢来的 三十年轻 我从小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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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乱来啊 我从小 李宗盛 我们走 李宗盛 我从小 李宗盛 走 他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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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 李宗盛 我从小 李宗盛 对了 李宗盛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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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我 李宗盛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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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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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帮野孩子 有书不读 跑这儿来欺负人 信不信我把你们 吊起来打呀 还不快跟姐姐说对不起 快说 对不起 别让我再看见你们 你没事吧 你都肿了 我没事的 我已经习惯了 什么没事啊 都肿了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没有 我们医馆的金钱草都用完了 师兄叫我来帮你踩点回去 没关系 工钱照旧就好了 那就这样决定啦 走啊 喂小猪啊 先歇会吧小猪啊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老天爷真的是很公平啊 好像我这样玉树林风 英明神武才花横溢 如果我连爬山都这么出众 一定会招人嫉妒的 你呀真没用 你这个看得见的 比我这个看不见的走得还慢 来来来快走啊快走了 喂喂 哎呀别走那么快 你小心点啊 放心吧 我在这块上上下下十几年了 都不知道走了多少回了 在这呢有几颗沙子 我都知道 我可不知道啊 我为什么会这么笨要跟你来啊 喂就算你知道也别走这么快啊 你等我一下吧 没用啊 我这个看不见的 比你这个看得见走得还快呢 你搞什么呀小猪 这句话你今天都说了两次了 你是不是想证明什么给我看呢 哎不用了 我一下都知道你很有本事的 好了好了不说了 走了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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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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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猪 你没事吧 啊 啊 你的腿被毒蛇咬伤了 我比你去医啊 啊 不用不用 啊 只是被咬了一下 没事的我已经习惯了 管管管什么你都习惯 你清楚山路 可是你不可以自以为是 你是看不见东西的 会有很多陷阱的 你要是再这样 只会害死你自己 你 你 我不以我不以我不以 我不以 是啊 我知道 我是个瞎子 可是我也不想瞎呀 我自己也不想 我有什么办法呢 哎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也希望有爹有娘 我不介意别人说我是不祥人 我也不介意没有朋友 因为我一生下来就是这样的 我知道 我这一辈子都会在漆黑的世界里 生活 可是 可是我真的很想见见我的爹娘 哪怕只有一眼也好 但是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既然让我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还要给我这条命 还要让我生存呢 我都说了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这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啊 我总之 我总之不是这个意思嘛 我我想安慰你 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你 那我就随便说点什么安慰你了 其实你跟他们都是一样的 你跟他们都一样的 你嘴里说不介意 其实你心里怕得要病 我知道 前两天早上你看见我了 可是你害怕 你都不敢叫我 没用 反正我也是没用的 你一个人走吧 叫我在这儿毒死算了 小猪 小猪对不起啊 我知道你非常努力的做人 我不也是非常努力的想做大夫嘛 不过有些事情 不是单靠努力的 要是自己不行 就找个人帮忙嘛 像你现在这样 那就让我帮帮你嘛 小猪 小猪你别吓我 小猪 有没有人啊 有没有人啊 草堂 小猪让毒神咬伤了 你快点找人议他呀 可是师父他们都去看戏去了 没人在呢 那还有你吗 你快点动手啊 可是师父他说过 他不在 哎呀 我不管师父说过什么 可是大夫最重要的就是医人嘛 现在有条人命在你手上 你医还是不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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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不准给任何人看病 你要把师父给气死啊 现在医人就是救人 又怎么会气死人呢 救人 救你还救人呢 你连脉络都不懂 你怎么救人呢 我告诉你啊 罚你做十天粗活 不然没有饭吃啊 你说够了没有啊 烦了 师父 他烦了 你可以走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是天明医馆的人了 为什么呀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呀 我只不过是救了一个人嘛 难道救人也不对吗 那我们做大夫的 大夫 第一 你就不是大夫 第二 你明知故犯 屡次违反管规 占荣不下你 你现在走吧 师父 小猪猪试试我 闭嘴 我容易一定 走就走 这种鬼地方 这种鬼师父 求我也不留下 师父 师父 就小猪的事我也有份 草长 用药该如何呀 用药当如用兵 没错 用药救命 用兵救乱 医药在手 就好像握着千冤万马 勇于善救负于万民 勇于恶涂炭于生灵 懂吗 弟子紧急教会 平常这个人啊 生性鲁莽 自以为是 医药在他的手上 只有害 没有义 药当 你的前途不亮 师父的一片希望 都寄托在你的身上 可千万别让师父失望啊 弟子绝不会 辜负师父的苦心 大人 其实一直以来 草堂黄奇 他们几个医术 比较好的师兄弟 在外面救死扶伤 行医助人 您一直也没什么意见 这次虽然平常犯了点错 可也不是什么大错 您罚的 为什么这么重啊 其实 我是有意要除掉他的 平常天分极高 就拿学道这件事来说吧 对于其他人来讲 这是没什么意思的 根本就背不会 可是对平常来讲 他只听了一次 就郎郎上口 这是一个复杂的学代 可是平常很轻易地就背下来了 而且他认学的准确度 分毫不差呀 师父 没有啊 我在这儿晾衣服啊 什么时候开始偷学的呀 我没有偷学啊 我只是上次扫地的时候 不经意听见的 对呀 那可并不代表他是什么 你记不记得他入门的那一天 岳母针刺黄旗 骑经八学 是他救了黄旗啊 他只是误打误撞 运气好而已 其实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学位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 后来 我仔细观察过他 他的确误会 不过 他看得见 看得见 你忘了 我的几个徒弟 在观星象的时候 他突然说 星星象手 其实 当时我也很莫名其妙 这有什么莫名其妙的 他说的是星象的分布 包含的意义很广 就像医书上所说的 手诀 太阴静 不太可能吧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学道 对普通人来说 是虚幻的 可是对平常来说 就不一样了 他看血脉和学道 血脉的流向 就好像正常人 看鼻子和眼睛一样 那么简单 相传 战国时期 有一个叫扁鹊的名医 他可以从你的体外 看到你的五脏六腑 他给人治病 非常的准确 这可能是后人相传的吧 不过 真的有很多的名医 有多年的经验 真的能从外面 看到你皮肉里面的学道 可是 平常不是 他是天生的 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有这种本事 那他 会不会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呢 有可能 只有我师父 才能够有这种天分 所以 我不能让他留在我的身边 也不能让他学医 不然的话 没有多长时间 他就会名扬于天下 这样 对我是一个威胁 天亮了 天黑了 着火了 有美女呀 美女 在哪儿啊 你终于啃起来了 你睡了二十多个时辰了 有没有这么夸张 想叫人起来也得等到天亮嘛 现在天这么黑 叫我陪你倒夜香啊 好 你想要天亮 很容易啊 喂 喂 你看啊 太阳多亮啊 都晒到屋顶了 你还睡呀 姑姑啊 我花了很长时间画这个月亮 你珍惜一下好不好 哇 就这个东西画了一整天啊 还说是月亮呢 你可不要告诉别人 别人会笑死我的 我知道 我知道我是没用 什么事都做不成 我知道 怎么怎么了 你现在耍赖皮啊 我可不吃这套的 哎呀 你真是的 别只懂得吃喝睡 不思进取 再这样下去啊 早晚变成废物 你也行了 大不了下次画圆一点嘛 我不跟你说这么多了 快点起来吧 小猪来了 小猪来了 哎 要不然我会这么无聊的叫你醒吗 怕你气不死我 那应该去看看他 哎 哎 你 你这样就出去啊 有什么问题吗 修饰一下外貌 脏兮兮的 修饰一下 嘿 好啊 小猪啊 小猪你来了 小猪啊 你干什么啊 哎呀 小猪啊 你不要怪他 他自从让段天命赶出了医馆之后 整个人就变成这样了 整天在房间里 又不洗澡 只顾着睡 所以啊 搞得满身都是臭的 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像个人呢 对不起啊 都是我不好 如果不是我 平常大哥不会让段大夫赶出医馆的 小猪你别傻了 不管你的事啊 爱像一只狼 会将人放过神话 假如故事乱想 心里把你咬伤 爱情的思维 总将你构想 浪漫加上浪漫 感觉很外乡 过去的困难 是谁帮我留下 不要再被火烫 不要给我结霜 天气变化 天气变化无伤 让人不胜伤 默默闭上眼睛 希望再遇上 爱情带阜 请以我创伤 爱情带阜 请把我照亮 爱情带阜 别把我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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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怕